我们刚刚看的是基本形态和宣告 那有INT,Double,CHAR,Stream,Bull 这是最常用最常用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运算式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一个运算式 反而不是正常的运算式 它是字串箱连接 是加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运算式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运算式 像我宣告INTX等于3,Y等于5 然后我再加一行X等于Y 请各位告诉我现在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X应该是多少 X,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X是多少 5 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 请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是C元 也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要复习一下 接下来呢 我如果写说 X等于3乘以5加8除以2 那这样X应该是多少 19 因为它有优先顺序关系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3乘以5,15 8除以2是4 请注意哦 如果我写9除以2应该是多少 9除以2在数学上应该是4.5 但是因为我们是整数形态 整数形态在程式上 整数除以整数还是整数 所以呢 9除以2变成还是4 OK 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哦 因为4.5到底它会变4还是变5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 但是印象中应该是它会截掉 好 印象中应该会截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如果我说S等于2 那S等于S 请注意这个符号 两个键号 2 这个是左移 对不对 左移两位 这样S会变多少 会变8 为什么 因为你把它还原成二进位 才看得出来 一开始它是0010 左移两位之后变1000 0010就是二进位的 就是十进位的2 1000就是十进位的8 OK 那如果你左移三位呢 就变16 OK 那这个技巧其实非常常用 有时候 有时候为了加速的关系 我们不希望用乘法 因为一旦用乘法 其实通常会比较慢 那如果你想乘以的东西 是一个2的倍数 你可以用左移就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逻辑式 逻辑式是跟布林有关的 布偶 那布偶 这边我们看到S等于True Y等于False 那A等于S&Y S&Y 这两个&我们还是 通常还是念的& S&Y 那这样子A是多少 X是True吧 True&False &是两边都是True的时候才会是True 两边都真 结果才真 这是And Or呢是只要有个真 结果就是真 OK 所以这个的结果一个True一个False &的结果呢会是False 因为两边都真 它没有两边都真 所以结果是False 那B呢 等于S&Y 这个是 只要有一个真 就会变真 所以S是True了 S是True 所以它是True OK 那C呢 等于Not S S是True 那Not呢就反向 所以它会变False C会变False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两个And 或两个All 这个其实是在布林值上做运算 它是真假的领域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种一个And 或一个All的这种东西呢 请注意它不是在布林值上做运算 它直接在位元值上做运算 对那一个数字 或那个Bit那个类型里面的每个位元做运算 OK 那所以呢 在这里 一个是3 S是3 Y是5 那如果S&Y 它会变成4 这样 你要把它还原成二进位去看才会准 一个是3 是0011 一个是5 是0101 最后两个做And的结果只有最小的这一位是1 其他都是0 OK 所以最后它结果会变成1 S3 And的5结果会变成1 好 And的3 O 5 结果呢 会是 只要有1的地方 通通都会变1 所以这本来是0011 这边是0101 结果会变成是0111 OK 011是多少 是7 所以最后它的结果会是7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把这些刚刚的这些运算式 我们通通都贴进去试试看 试试看 所以呢 既然这样我就继续写下来 前面的反正 如果不冲到就没关系 冲到的话 有真的有SY 所以我把这个呢 拿掉或者是注解起来 那为了 为了保留我就注解起来 所以我从后面开始 继续写 那这边 这里 这个不要 这个跟前面有点冲突 那这个 我用这个好了 我直接把算式贴上来 但是那个初始值因为有点不一样 我就不贴 这样子的话 它的结果会跟那个不一样 你自己去想想看 它结果应该是什么 那我把这些算式 统统都贴进来 好 但是这里可能要改个名字 不然会冲到 譬如说这个布 用SY 不太好 那我就用 随便了 T U好了 那这个就是T &U 这个就是T O U 这边是NOT U 好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个 A等于SY 这里就不能再用A了 因为前面上面已经有A了 那 我们就用C和D 好 OK 这样你去看看说 OK 我们这样的结果会是多少呢 好 加以编辑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停止 好 那这里有建置错误 我们看一下 C是不是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对 那这边就不能用C 用D E 好 当然 其实你可以给它取个好名字 不过这里好像也没什么 特别的好名字可以取 所以 在真正写程式的时候 你应该对命名要很注意 好的命名会让你的层次很容易懂 好 这里你就看到 OK 我们 现在呢 这个监看式其实就不应该用那些了 我们把它 按Delete就可以删掉 我现在看区域变数应该就可以了 那区域变数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OK S等于3Y等于5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S呢 不是3 为什么 它变20了 为什么 因为我把 先让S等于Y 所以S变成5了 5呢 往右移两位 往左移两位 5往左移两位 就会乘以4 所以5是会变20 变20 好 那接下来呢 T是True U是False A等于TN的U 当然就是False 所以A是False A是False 看得到 那B呢 是T or U 所以T是True 因为T是True 所以B也是True C会变True 我这边写的跟那个黄线上的不太一样 接下来呢 D等于S and Y 请注意这是未远的end 所以S and Y S and Y是什么 20 and 5 那你要把它还原哦 还原之后你才会看得出来 这里已经不是不是这个状况了 20应该是多少 20 20就是8 16加4 16加4 所以呢 来 4的话应该是这一位是1 4、8、16 16是这一位是1 所以这是S 这是S S是20 那这边呢 Y Y是5 5的话就是这个没错 就是101没错 所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0001 不对 我是end 所以end不会啦 end的话呢 有没有重复 有 这一位重复了 所以只有这个是1 end的话 只有这个 这一位是重复了 所以它的结果应该是4 OK 看一下 是不是d是4 对 d是4 那这边呢 1 1的结果 现在是d 这个是d 在1 1的结果呢 应该是上面的这个照抄下来 因为都是S和Y嘛 只是不 只不过一个是end 一个是all 好 所以照抄下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 OK 这样子的结果应该是 只要有1的地方 通通都变1 所以变成0001 然后呢 再来0 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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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 这样子的结果是多少 这样的结果一定会比20更大 对 一定会比20更大 好 你看这个是20嘛 那这个呢 是多了 比20多了1嘛 所以21啊 OK 你看 你看 只有这一位也有差 所以是21 没错 好 所以我们看到1是21 所以你可以 我们把这一个也贴上去 贴直接在网页上 各位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测验 好 好 这个程式是我们的随堂作业 所以请你把这个程式执行完贴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先出一个随堂作业来 我在这边我只要是随堂作业我就放文件 那这个是9月24 今天25吗 25 随堂作业1 好那我把这个贴进来 哇这个程式码乱掉 来再贴一次 哇真的会乱掉 重牌一下吧 好那你可以用电脑帮你 你也可以用脑袋稍微算一下 但是 对那你要给我的呢 我们希望你给我的是 第一个 你的程式执行结果 直接贴上来 那我们希望你改一下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执行一样 没有意思 那也就是说 请你把这个呢 S和Y改成你学号的末梁码 然后你再去输出它的结果 S如果你是35号 你就是这一个没错 那就跟我的一样 那如果你是28号 那你这就改2 这边改8 然后去试试看 请你输出那个结果 但是 把S和Y改成学号末梁码 把SY改成学号末梁码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PO上去 那你就用留言回应给我 你执行出来的结果 就可以了 你就把程式执行的结果 直接贴上来就可以 那因为你 它没有输出嘛 所以请你自己加输出 用console.rightline 去加输出 然后加了输出之后 把你的程式结果 程式和程式结果一起贴上来 如果你觉得太长 或者是你的格式 放在Facebook上面 觉得会乱掉 请你用网址 然后把网址的网址贴上来 就可以了 那你要用什么网址都可以 像我喜欢用wikidot 有人喜欢用无名 有人喜欢用google document 那随便 你如果不知道你应该用什么 你可以问我 如果你直接习惯用抓bus 建立一个文件 直接上传上去 然后再把抓bus上面的 公开网址贴给我 也可以 好 学校里有个费事的 很多東西 可能要先下場下 然後再用 荒嶺或石層嶺來裝 只能裝一個禮拜 然後再用一個禮拜 很多圖耶 雖然都是同一隻 都是同一隻 現在是哪一隻啊 有1KDK 公共空間就是會這樣 只要能撐到學期末就還好 這是一個惡心 1KDK 3KDX 3KDX 4K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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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刚刚程式的注解上面有一个那个U的值的注解是错的 所以我现在把它修正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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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